The first Asian Americans to dazzle Hollywood's silver screen is now the first to grace US currency an estimated half a billion 梦想 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欢迎来到Hollywood 我是Holly 第一位华裔好莱坞影星黄柳霜 Anna May Wong 成为了2022年至2025年 版本的美元硬币25美分 美国女性系列的成员 她也是首位肖像出现在 美元硬币上的亚裔美国人 2022年10月24日 也就是下周一 这枚硬币将正式流通 黄柳霜不仅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影星 同时也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 亚裔美籍女演员 她的职业生涯漫长而丰富 演艺事业跨越了末片 有声片 电视剧 舞台剧 以及广播剧 黄柳霜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 唐人街附近 她是第三代美籍华人 祖籍广东台山 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在1855年已经来到了加州淘金 而她的父母都是在美国土生土壤的 二代一名 1919年的《红灯罩》中 她只是个寂寂无闻的小演员 1921年的人生中 黄柳霜首次出现在演员表字幕里 1922年 她凭着首部以特意七彩技术拍摄的海誓 以炮而红 其后她的代表作 还有1929年的唐人街《繁华梦》 以及与马莲纳迪特西里大演对手系的上海快车 正面华人形象的1937年的上海女儿 及1942年的《重庆英烈》 欧洲的《爱比刀更利》和《人海浪蝶》 以及1931年的《龙女》 1935年 米高梅开牌大帝 拒绝了黄柳霜担当女主角 反而让德国女演员路易斯雷纳 担当这个黄皮肤的角色 让她非常失望 第二年 她到中国旅游 并且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还随梅兰芳学习京剧 1930年末 她返回美国 为派拉蒙电影公司的《B级片》 饰演一些拥有正面性格的角色 在《上海女儿》与《重庆英烈》中 分别演活一个真正有志有谋的女英雄 和充满爱国气节的女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她淡出影视圈 专注于支援中国的抗战 战后才恢复演艺事业 1951年 她凭借柳霜女士的艺朗 成为美国电视节目中 首位亚裔美国人主角 尽管事业成功 黄柳霜依然在好莱坞 面临针对亚裔的歧视和种族主义 她总是接到单一类型的角色 报酬过低 并且很难担当主角 这迫使她前往欧洲 参加英国 法国 德国的电影拍摄 1960年 黄柳霜终于在好莱坞 星光大道流星 与李小龙 成龙 陆锡灵 刘玉玲 成为仅有的五位在新光大道上流星的华裔隐性 更是首位华裔女性 次年去世 享年五十六岁 在她离世后的数十年里 黄柳霜留给世人的记忆主要是西方人眼中典型而被扭曲的东方形象 龙女或者是她经常饰演的蝴蝶夫人式的角色 直到黄柳霜诞成一百周年之际 在三部主流文学作品及她的电影回顾展中 她的生平和演艺事业得到重新评价